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多于她这个亲生女儿,所以从小到大,宋姨一直对我冷眼相看。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与她推心致富的聊聊,却一直没有机会。 眼下,继父才刚因定去世不久,母亲就因为过于思念父亲,而没有注意看车,被肇事车撞倒后,匆匆抛下了我。 接二连三的打击,让我哭得死去活来,我很久都没有从绝望中缓过来。 现在,突然看到了妹妹发来的消息,我没有片刻的犹豫,就答应了。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 宋姨一进家门,原本还在因为不想让外人住在家中,而和我争执的老公却一反常态,体现出了作为一个姐夫的巨大热情。 老公陈昊在我耳边巧声笑着说,你妹妹长得挺标致啊,是不是有一堆男的想要她? 我说,陈昊,你别乱说,那可是我妹,老公白了我一眼,屁颠颠地跑去帮宋姨拿行李了。 宋姨上身穿着紧身T恤,下身穿着牛仔热裤,紧致的身材一览无余,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 连我都忍不住想多看两眼。 晚上,正在厨房忙着切水果的我,听见了坐在客厅的陈昊与宋姨的互动。 宋姨说,姐夫,你创业辛不辛苦啊? 一个人操持着一个饭店,肯定特别累吧? 陈昊说,也没那么累,等哪天有空了,带你去那个饭店看看,咱们饭店正缺一个好看的姑娘。 当门面,陈昊这个臭男人。 我赶紧端着水果走出了厨房。 我说,吃点水果吧。 我把水果盘放在了茶几,然后坐在了沙发上。 宋姨用牙签插起一块,苹果递给我说, 姐,辛苦了。 我现在也没有工作,整天待在家里,也是给你们添麻烦。 我能不能到姐夫的饭店去帮帮忙啊? 她一脸期待地问着我。 想到了白天陈昊的话,我犹豫了一下。 宋姨见我犹豫,又补充道,姐,我也不能一直靠你和姐夫啊,我也得有自己的工作,你就让我去试试吧。 陈昊也在旁边帮腔道,去锻炼锻炼也没什么不好,咱们自己家的饭店,你们也吃不了亏。 我说,当然没有问题,只是你毕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,姐怕你吃不来苦,不过也好,全当是一次历练了。 既然宋姨想去,我做姐姐的也只能支持。 宋姨听了我的回答,显然非常高兴。 我扭头一看陈昊,她竟然也兴奋一场。 宋姨高高兴兴地去陈昊的饭店上了班,天天早出晚归,也算是忙得不亦乐乎。 在饭店前台工作的朋友,却时常打电话给我。 她说,你们家老陈,这两天看起来工作一场努力啊。 我说,那可不是,自己家的生意,不努力能行吗? 她说,你可要小心点啊。 我可是看见那个新来的女孩总是往后处跑,别到时候一不留神。 我说,说什么呢? 那可是我妹。 她说,我不这么想,但是可保不齐,饭店里的其他人不会有这种想法呀。 放下电话,我陷入了沉思。 宋姨在饭店帮忙的这段时间以来,能力确实是提高了不少。 当年那个小大人一样的小女孩,也终于是长大了。 可是这样一个大学生,就算在自己家饭店,也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。 更何况闲言碎语。 思前想后,我想到了一个办法,把妹妹内推到我所在的公司工作。 这样,既不枉费了妹妹的学历,对于过世的母亲,我也有个交代。 我决定把这个想法告诉妹妹。 饭桌上,我看了看宋姨,犹犹豫豫地说出了我的想法。 宋姨连片刻的犹豫都没有,立刻说,太好了。 姐,我正想要和你多学些本事呢。 没想到宋姨很高兴,我松了一口气。 妹妹总归还是能拎得轻视的呀。 我夹起一块牛肉,递到了妹妹碗里。 一扭头,我却看到了陈浩斯灰般的一张脸。 依靠着我在公司积累下来的工作能力和口碑,领导很快通过了我的申请。 妹妹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公司工作。 来到了公司的宋姨,依旧活泼而又努力,在同事面前,也展现了属于她的独有的热情。 同事们都非常喜欢她。 可能这就是年轻活力带来的优势吧。 我对她非常排斥,那时天天哭喊着想要回到爸爸身边。 这使得本来就那项沉默的继父,常常拿我没有办法。 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哄我之后,她渐渐发现,我特别喜欢吃零食,也特别喜欢出去玩。 于是每次下班回来,不管再累,她都要给我带上一份礼物,有时是一份水果,有时是一袋零食。 就连周末,她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,带着我去公园游玩。 甚至有一次,三九天冷的能要人命,我为了抓掉落在水中的手表,不慎滑进湖中,使继父第一时间连外套都没来得及托,便跳进了湖中去救我。 我被救上了岸,索性相安无事,但继父却因此感染了风寒,进而引发了肺炎。 宋仪知道了这件事之后,哭着冲上来要和我拼命,还是继父把她拦住了。 宋仪也就是在那个时候,对我产生了很多怨言。 我深知这件事自己有责任,于是处处想对宋仪更好,但宋仪一直对我不冷不热,直到我后来考上了大学,离开了家。 眼下继父突然去世,宋仪就像一个没有了线的风筝,四处飘零。 母亲临终前,浑身插满了管子,我趴在她身上,拼命听她想留给我的话,但是母亲说出的话呜呜员员,最终,我也只听清了一声。 宋仪 母亲一定也放心不下妹妹吧。 我强忍着悲痛点了点头,我发誓要帮母亲和继父照顾好我这在世上唯一的亲人。 眼下,宋仪变得越来越开朗,越来越懂事,跟我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,与陈浩的关系也礼貌而懂分寸。 宋仪真的是长大了。 只是,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捉摸不透,因为继父去世的十分突然,以至于在外地上学的宋仪,没能及时赶回来见到继父的最后一眼。 宋仪因此在继父的葬礼上哭晕了两回,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 为什么宋仪把情绪调整得如此之快呢? 虽然,继父和母亲接连的去世,一度让我痛不欲生,但生活还是得继续。 眼下,我的事业渐渐升温,陈浩饭店的生意也蒸蒸日上,生活也确实在慢慢变好。 就在这个当口,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 当得知怀孕的消息时,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平复了一下心情后,我在晚饭时,对宋仪和老公宣布了这个好消息。 陈浩听了后,顿时乐地把我抱了起来,宋仪在一旁害羞地笑。 我赶紧让陈浩把我放下来,免得伤到了肚子里的孩子。 陈浩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我,临了,还不忘在我的脸上亲了好几口。 我不好意思地别过脸,看了一眼宋仪。 宋仪很识趣赶紧加了一块鸡翅,放进了我碗里。 她说,姐,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。 恭喜恭喜,你平时工作已经很辛苦了,现在又怀了孕,以后我就负责你的日常饮食了。 宋仪开心地笑着说。 我被她这小大人一样的话逗笑了。 这孩子,自己都不一定能照顾好自己呢,倒先想着照顾起我来了。 让我没想到的是,宋仪果然说到做到,在此之后的每一天,她一下班就在厨房里忙碌, 弄得我十分的不好意思,但宋仪执意要把我推出厨房。 她说,哎呀,姐,你之前那么照顾我,现在你怀孕了,我照顾照顾你,很正常。 咱们姐妹俩就不要客气这个了。 我听了这话,也只好笑着走出了厨房,心里一阵阵地感到温暖。 就这样,妹妹每次都赶在我之前回到家,在厨房一忙活,就是一两个小时。 有了妹妹的后勤助力,我也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到养胎,也有了更多心思,花在我的工作上了。 最近,我在跟进一个极其重要的客户,如果成功拿下,我的事业将会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。 为了更好的谈成这次合作,我已经连续加班六天了。 宋仪也心疼我的身体,总是喊着叫我去吃它烤好的小点心。 推辞不过,我去厨房的烤箱中拿了一个,又倒了一杯果汁,以在橱柜上享受着这片刻的悠闲。 吃过了点心,我准备回到书房,宋仪却走了过来。 她说,姐,有什么大事不能留在明天做呀? 你看你,都熬出黑眼圈了,她满脸心疼地看着我。 我问,真的,我已经有黑眼圈了? 早先我还和闺蜜聊过,等我怀孕了,必须要注意身体的保养,一定要做一个美美的准妈妈。 眼下,竟然这么快就破戒了。 我想了想做完的资料,应该准备得差不多了,干脆早点睡吧。 早一点休息,明天才能精神充沛地去展示我的工作成果呢。 想到这些,我和妹妹到了生晚安,脚步自觉地迈进了卧室。 一觉睡到了天亮。 谁知道,第二天却出事了,当我准备把资料展示给合作商时,才突然发现,文件夹中空空如也。 合作商们摇了摇头,面面相去。 我紧张地看着主管,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,眼神里充满着要杀人的愤怒。 我忘记了自己最后是怎么走出的会议室,怎么下的班。 我只记得下班之前,主管看着我,一字一顿地说,宋欣然,听说你怀孕了。 公司以重大工作失误的理由辞退了我。 尽管我知道,根本原因是出在我有身孕这件事。 但是有这样一个失误在前,这官司就算我打,也没有赢的可能。 眼下,我也只能服软,拎着我的东西,离开了公司。 不过我还是想不通,自己还没有显怀,在办公室里说话也一直慎重,主管是怎么知道我怀孕的事。 孕期的反应已经让我越来越疲惫,回到家,我来不及想别的,只想赶紧躺下来休息一下。 可谁知我躺下三分钟都不到,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。 变化里,朋友语气短促而焦急地说,陈浩的饭店出事了,让我赶紧去医院。 固步地考虑其他,我连忙拿起大衣下了楼。 等我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时,急诊室门口早已经围了一大群人。 一种不安感,顿时在我的心里生疼,我慢慢靠近人群。 果然,在人群中央,我看见了陈浩的身影。 陈浩看见我来了,马上走到了我身边,随之而带来的, 还有那些围在他身边乌泱泱的一张张凶狠的脸。 我问,陈浩,到底怎么了? 我吓得说话,都开始变声了。 他说,没事,你别害怕,就是咱家饭店把人吃进医院了, 我得跟着处理一下。 我问,什么叫吃进医院了? 陈浩你干什么了? 我急得开始控制不住自己。 他说,你别怕,也别激动, 这样对孩子不好。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顾客吃了咱家的饭菜, 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, 不过这是我能自己处理, 谁把你叫来的? 赶紧回家,让小伟送你回家。 陈浩指了指旁边跟来的服务员, 本就因为怀孕难受的我, 听了陈浩的话,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。 我晃了晃身子,实在是支撑不住了, 开始一阵阵的响吐, 在一旁的小伟见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, 索性直接架起了我, 立刻就往医院里面走。 我还想说话, 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, 只能随着小伟的步伐移动, 耳边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赔钱声。 那天, 陈浩一直到深夜, 才回到家。 一进家门, 陈浩就问我要, 家里的存折。 我问他, 要钱干什么? 他说, 赔给食物中毒的家属啊。 我说, 要赔多少? 他说, 四十万。 我脑袋翁得一下子炸开了, 这几年我的工作不稳定, 陈浩的创业之路也才刚刚开始, 这四十万, 几乎是我们手上所有的存款。 我质问陈浩, 怎么不报警呢? 他说, 菜都已经被吃光了, 店里也没安装监控, 说不清是哪一边出了问题, 对方都是有点背景的人, 真要是打了官司, 赔得更多, 陈浩坐在沙发上, 垂头丧气。 我说, 我当初就让你安监控, 你非说在厨房的那帮人都是你的好兄弟, 安监控不尊重人, 现在出事了, 你的好兄弟们呢? 都去哪了? 我气不打一处来。 陈浩冲我喊道, 你也别当那个马后炮, 我气得瞬间升起一股火, 顺手拿起了茶几上的水杯, 扔到了陈浩脑袋上。 陈浩没来得及躲开, 头上瞬间被砸出了鲜血, 把从房间里跑出来的宋姨吓得愣住了。 反应过来的宋姨喊了声, 姐夫, 然后连忙冲过去捂住了陈浩的伤口。 陈浩蹲下身, 缓了一会后, 突然站起身朝我冲过来, 喊道, 我特么弄死你, 我们扭打在了一起。 在一旁的宋姨下的边哭边尖叫, 抱着陈浩的腰感觉是在拼命地拖着陈浩, 但似乎力量微乎甚微, 我的脸还是被陈浩打了好几拳。 就在我濒临窒息的时候, 陈浩似乎消了气, 停下了手, 一脚踹开了旁边的椅子, 怒气冲冲地打开防盗门, 离开了家。 看着陈浩关上的防盗门, 我再也抑制不住我委屈的情绪, 坐在地上, 嚎啕大哭。 宋姨下得不知所措, 拿着纸巾慢慢帮我擦着脸上的眼泪, 她说, 姐, 别哭了, 咱不跟她过了, 跟这个王八蛋离婚, 我们姐妹俩抱在了一起, 嚎啕大哭, 这一夜, 我们谁都没有睡好。 陈浩在这之后的半个月, 都没有回家。 宋姨也向公司请了假, 专门留在家中照顾我。 她还是那个贴心的孩子, 变着花样地给我做着各种各样的菜, 可是我怎么都吃不下。 虽然有孕在身, 但我却眼看着越来越消瘦。 这天晚上, 宋姨兴奋地从外面带回来一大包东西, 我好奇地看着她拿着东西进了厨房。 不一会, 厨房里就飘来阵阵香味。 宋姨喊了声, 姐, 快洗手吃饭, 尝尝我给你做的菜, 只见她双手端着一大盘菜, 小心翼翼地往餐桌上放。 我洗完手, 坐下来一看, 发现是一盘黑乎乎的肉。 我问, 这是什么? 她说, 快尝尝, 这是我托朋友给你买的野猪肉, 对运身特别好。 宋姨连忙夹起一块肉, 放到了我的米饭上。 我夹起了这块肉, 仔细端详, 肉上竟然有细小一条像棉线一样的东西。 我顿时感到了一阵恶心, 趁着宋姨转身的功夫, 我将肉扔在了面筋纸里。 宋姨问, 怎么样? 好吃吧? 多吃点。 她一边说, 一边又给我夹了一块。 我说, 你别光给我夹菜啊, 你也吃啊。 宋姨却一阵阵推托道, 这肉很珍贵, 我还是不吃了, 你多吃, 补充好营养。 我听了这话抬起头, 看了看宋姨, 她的眼神一直在躲闪, 我总觉得, 她今天似乎和平时有些不太一样。 离产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, 可陈昊却还是没有回来。 越想到陈昊的事, 我就越来气, 我决定不等她回来了。 自己收拾收拾东西, 就去医院。 我收拾好了东西, 正准备叫上宋姨时, 却发现她不在卧室。 听见厨房有声响, 我捏手捏脚地靠近了厨房。 宋姨正在厨房里不知道做着什么。 我问, 宋姨, 忙什么呢? 我都收拾好了, 她的肩膀很明显地抖了一下。 她说, 没什么, 没什么。 我刚才看你吃完饭, 没顾得上喝水, 帮你接点水, 宋姨转过了身, 手里果然拿着一杯水。 她说, 急什么, 喝点水再走, 医院附近超市的水卖得贵。 听了宋姨的话, 我接过了水, 拿着水, 背向她, 向客厅走去。 我低下头, 看到了水杯沿上, 些许的, 还没来得及融化的粉末。 我悄悄将水倒在了客厅的花盆里, 顿时感到万念俱灰。 不一会, 我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。 我喊道, 宋姨, 快, 快帮我叫辆车去医院。 我肚子好疼, 我蜷缩在地上, 捂着肚子朝着她求救。 然而她不为所动, 甚至转身从酒柜里拿出了一瓶红酒, 倒了一杯, 边喝边微笑地看着我。 我说, 宋姨, 我快坚持不住了, 我急得声音大了很多。 宋姨端着红酒, 慢慢向我走近, 突然, 她把红酒扬在了我的脸上, 我的眼前瞬间变得一片星红。 宋姨说, 宋欣然, 你喊什么喊, 现在除了我, 还有人能够救你吗? 我说, 宋姨, 你做了什么? 宋姨轻蔑地哼了一声, 对我说道, 宋欣然, 你是我的杀父仇人, 就是因为你们的出现, 夺走了父亲对我全部的爱。 要不是你, 我本来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, 是你妈带着你走入了我们的生活, 你比我懂事, 比我好学, 比我聪明, 你夺走了本应属于我的一切。 我向她解释道, 可是咱妈对你也很好啊, 我们都很爱你啊。 宋姨喊道, 别打断我, 如果我爸当年没有跳湖救你, 她就不会感染肺炎, 也不会因为肺癌去世, 她说到这里, 声音开始发颤。 她接着说道, 你妈根本就是个蛀虫, 从来都不出去工作, 一直都靠我爸一个人在外打拼, 如果我爸不是工作那么累, 他也不可能那么早就去世, 陈昊的饭店出事了吧? 你的资料找不到了吧? 既然你们家爱财, 我就让你破财, 不光这些, 宋欣然, 你们让我没了爸爸, 我也要让你失去所有的亲人, 我要让你们尝命, 让你, 让你妈, 让你老公, 让你肚子里的孩子尝命, 你喝的就是堕胎的药, 宋欣然,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, 宋姨叫嚣着, 冲进了厨房, 提起一把菜刀向我冲过来, 眼看着宋姨提着菜刀, 离我越来越近, 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一个翻身起来, 趁她还来不及反应, 夺走了她手上的刀, 我举起菜刀冲着宋姨喊道, 你在干什么? 她吓了一跳, 连忙蹲下了身, 惊恐地看着我, 我说, 宋姨, 你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可怕? 亏我之前还一直在为你说话, 我一把将菜刀扔远, 痛心地看着她, 宋姨惊讶得哑口无言, 我说, 宋姨, 你姐夫几次三番怀疑过你, 但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她, 直到我今天亲眼看到你在坐手脚, 宋姨愣了愣, 似乎没想到自己败路得如此快, 她沉默了一下, 还是笑着说, 就算你看出来了, 又能怎么样? 你老公陈昊已经被我找人杀了, 宋姨然, 野猪肉好吃吗? 你的余生还是会在痛苦中度过。 我说, 陈昊, 你真的确定你杀了她吗? 我拿起手机, 拨通了电话, 点开了免提, 不一会, 陈昊的声音传来, 媳妇, 事情解决了, 我说, 带警察来吧。 我放下了电话, 宋姨沉默了一会, 突然开始啜泣。 我叫了声, 宋姨, 我靠近她, 看着她青春阳光, 却挂满泪痕的脸说, 你说, 咱妈只知道一味的花钱, 你不知道, 咱妈早就为你攒好了一大笔钱, 就是怕你出了社会没钱吃亏, 这钱, 连我都没有份。 你说, 爸只知道关心我, 你大概不知道, 你小时候每次考完试, 爸都和我仔细分析考试失败的原因, 然后私下求你的班主任平时多照顾你, 他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。 宋姨,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你, 爸从生病开始, 就让我对你隐瞒, 他怕你担心, 我们也私下去了全国很多家医院治病, 这些, 你都不知道, 而你的心里面只有恨, 我看着他的眼睛, 痛心地说, 宋姨嚎叫着, 我什么都没有做, 你们没有证据, 我喊了声, 宋姨, 然后晃了晃手机说, 都让我录下来了, 我靠近他, 一字一顿地问, 你应该不会不认识徐泽吧, 你雇佣徐泽的时候, 有没有想过, 他是一个无法信任的人, 宋姨震惊地看着我, 哑口无言, 我说, 陈浩和我说的时候, 我根本就不相信, 直到我今天看见你在水杯里下药, 宋姨, 你太让我心寒了, 窗外的警车声越来越大, 宋姨到底也才二十出头, 听到警车的声音, 他彻底慌了, 跪着爬上前来, 抱住了我, 他说, 姐, 我错了, 你放过我吧, 他开始嚎啕大哭, 看着宋姨的样子, 我突然想到了我的继父, 如果他还在, 也一定不希望看到现在的场景, 我的心开始疼, 伴随着呼吸, 开始剧烈地疼, 耳朵里也渐渐听不清宋姨的哭声, 听不清警察破门而入的声音, 也听不清陈浩抱住我, 安慰我的声音了, 说来也是巧, 自从上次资料, 莫名丢失之后, 我就总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, 碰巧那天, 陈浩的饭店出事了, 陈浩在我回家的路上, 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, 我听了陈浩的分析后, 吓了一跳, 我问, 我问, 你确定饭店是被人做了手脚, 他说, 我基本可以断定, 而且我还能确定是谁搞的鬼, 你要是不信, 晚上我回家, 我们演一出戏, 真凶很快就会现行, 陈浩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说, 那天陈浩与我争吵后, 冲出了家门, 向着提前预定好的酒店走去, 本来只是想着出去躲躲, 看看宋仪在家中的反应, 没想到, 才刚过了一条马路, 就让人在背后勒住了脖子, 幸好陈浩飙肥体壮, 三两下就制服了那个人, 陈浩哭笑不得地对那人说, 都打劫到我头上来了, 咱们警局走一趟吧, 那人说, 什么打劫, 我只是认错人了, 你把我放开, 陈浩没有听他的狡辩, 准备把他带到警察局, 谁知那人竟然扑通一声给陈浩跪了下来, 求爷爷告奶奶的跟陈浩求饶, 陈浩觉察到蹊跷, 于是拿出手机装作打电话叫人, 那人也是胆小, 经过陈浩的这一下, 马上把宋仪的计划全盘拖出了, 原来他叫徐泽, 是宋仪大学时期, 在酒吧打工时认识的一个朋友, 他早已仰慕宋仪已酒, 最近和宋仪去一起吃饭的时候, 听到了宋仪的哭诉, 他说, 放心吧, 妹妹,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, 这杀父之仇怎么能不报? 说吧, 你要我怎么做? 陈浩抓着徐泽的头发问道, 你确定说的都是事实? 徐泽说, 我徐泽要是说的有半句假话, 天打五雷轰, 宋仪答应我, 做成了这件事, 他就跟我在一起, 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, 但我起初根本就没想杀人啊。 在陈浩的监视下, 徐泽拿着手机, 开始与宋仪联系, 一切都按着原来的计划如约进行着, 只是单纯的宋仪不知道, 与他接应的徐泽, 早就已经被陈浩控制了。 看到宋仪一个人来交易地点, 取走了肉, 陈浩马上给我打了电话, 只是我当时并不相信这一切罢了。 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, 陈浩的饭店日渐起色, 我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。 晚上, 陈浩摸着我的肚子说, 亲爱的, 你说人心有时候怎么就这么难以琢磨? 我白了他一眼, 没说话。 他看我没反应, 接着说, 你也是。 都商量好的, 吵吵架, 一死一死就行, 结果一个玻璃杯就扔过来了, 却大得了。 我说, 你不缺德。 明知道我怀孕了, 打得还那么重, 我给了他一拳。 他说, 我已经很注意分寸了好吗? 一点都没伤到你的肚子。 嘿嘿, 等这孩子出来, 八成是一条好汉啊, 陈浩渐渐地冲我笑。 我摸着肚子问他, 你说这孩子还没出生, 就经历了这么多, 等他出生了, 叫个什么名字好呢? 他说, 我看啊, 你这是引了一条狼, 进了咱家呀, 这孩子, 就应该叫陈一郎。 我打趣地问道, 陈一郎。 你确定? 难道不是宋一郎吗? 陈浩的脸顿时沉了下来, 他说, 你怎么处处想接我的短, 时时刻刻都想强调我是你家上门女婿, 我懒得再搭理他, 说了声, 一句玩笑都不能开了。 睡觉, 转身关上了灯, 准备睡觉, 但是一躺下, 脑袋里全都是宋一的身影。 我反反复复, 琢磨着宋一说过的话, 我要让你们偿命, 让你, 让你妈, 让你老公, 让你孩子偿命, 难道说, 母亲的车祸, 也跟宋一有关系? 我辗转反侧了一夜, 第二天, 我给陈浩说了声, 就早早地来到了派出所, 想向警方了解一下关于宋一的审讯过程, 故意杀人, 这是大罪。 这下, 就是我在念疾旧情, 也无法原谅宋一了。 但是警察却告诉我, 宋一不承认曾经开车转过我妈, 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宋一与车祸有关联。 我不信, 决定亲自去见见宋一。 在看守所里, 我再次见到了宋一。 几日不见, 宋一看起来更加的轻瘦了, 原本就立体的脸上, 已经瘦得突出了颧骨。 看到我来, 宋一把身体跌过去, 一言不吭。 我坐在了宋一的对面, 静静地看着她。 我说, 宋一, 我想再问你一次, 咱妈的车祸, 和你有没有关系? 宋一把身体转过来,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 我说, 再怎么说, 我母亲也是你继母。 她说, 宋欣然, 我特么都跟警察说了一万遍了, 我没有找人撞你妈。 我说, 宋一, 你现在承认, 宋一突然情绪失控, 咆哮道, 我都说了我没干。 我和你有仇你就怀疑我, 陈昊还骗你呢? 你怎么不怀疑她? 她声音沙哑地反问我。 我呆住了, 问道, 你说什么? 陈昊骗我, 她说, 宋欣然, 你不是老觉得自己聪明吗? 怎么连陈昊偷偷开公司这事, 都不知道? 听了这话,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, 陈昊开公司。 宋一说, 我在饭店帮忙的时候, 她就说她特别有钱, 那些钱都是她自己的, 还想让我跟她? 我问她一个饭店能挣那么多钱吗? 她说除了饭店, 她有好几个公司, 哈哈哈哈, 她是个什么人, 你根本就不知道, 真可笑。 我的脑袋猛了一下, 陈昊特别有钱, 陈昊开公司, 我怎么不知道? 宋一冷漠地看了我一眼, 站起身, 离开了。 我坐在座位上, 愣了好久, 直到民警过来喊我的名字。 回到了家中, 我反复思考着宋一说的话, 她的话到底可不可信? 她的眼神怎么那么坚定? 她有没有在说谎? 陈昊开公司的钱是从哪来的? 陈昊为什么要背着我开公司? 我翻遍了家里, 寻找着相关的合同, 一无所获。 但宋一说陈昊说她有钱, 开公司, 又不像是说假话。 我想起来, 今天早上, 我说我怀疑是宋一开车撞了我妈, 陈昊立刻表现出很赞同, 并让我赶快去确认下来。 难道, 突然间, 我想起了母亲出事那天, 陈昊的一系列行为。 那天, 我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, 母亲被一辆车撞倒, 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 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, 母亲却因伤势过重, 话都没交代几句, 就匆匆地走了。 我悲痛得六神无主, 赶忙给陈昊打电话, 谁知陈昊第一句话说的是, 咱妈去世了吗? 我气得直骂。 陈昊, 你说的这是什么屁话? 陈昊赶紧安慰我说, 我说错了, 说错了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也逐渐想起来, 母亲前一阵, 好像确实仔细地向我询问过, 如何给他人转账? 是给陈昊转账吗? 陈昊与母亲的死有关系吗? 我拼命让自己镇定下来, 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 就在这时, 门锁声突然响起, 陈昊回来了。 陈昊连外衣都没脱下来, 就急着问我, 怎么样, 你没交代了买凶撞人的事了吗? 我紧张地语无伦次, 说道, 嗨, 还没? 陈昊说, 嗨, 小丫头都进去了, 还不诚实, 这不早晚的事, 我打断了她的话, 说了句, 你吃晚饭了吗? 厨房里有饭, 陈昊洗了洗手, 向厨房走去, 别说, 我还真饿了, 厨房里传来陈昊的声音。 我连忙拿起陈昊放在沙发上的手机, 颤抖着双手, 点开了她的通话记录, 把母亲出示那两天的所有通话记录都一一拍了照。 我发现, 陈昊与一个伟号是0423的机主通话非常频繁。 我瞬间感到紧张不安, 平复了片刻, 然后努力镇静地说道, 亲爱的, 我想开你的车, 去一趟超市, 晚上我想多做点好吃的, 我的语气尽可能停和, 生怕一个闪失漏了些。 陈昊边在厨房里大快躲移, 边说, 你都怀孕了, 还折腾什么呀, 想吃什么, 我给你带回来不就得了, 我的冷汗都要下来了。 我说, 哎呀, 你没听医生说吗? 孕妇要时常运动, 没等她回答。 我抓起她的车钥匙, 快速地换上了鞋, 打开防盗门, 飞一样地逃下了楼。 一坐在车里, 我立刻锁上了车门, 给伟号是0423的机主打了电话, 确认了他们汽车修理店的身份。 紧接着, 我又赶紧把车开到了当时处理车祸案的派出所, 找到了当时的负责民警。 我说, 警察同志, 我想我可能知道谁是撞死我母亲的凶手了。 警察说, 宋女士, 你的心情,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。 但是现在, 还是以证据为主, 事发路段没有监控, 我们也在积极走访着群众。 我说, 你们检查一下门口的车吧。 说完这句话, 我就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一样, 全身都没有了力气。 经过民警的仔细排查, 确认了残留在汽车中的血迹是我母亲的。 警方随即对陈昊进行了抓捕。 在修理店老板的指认和证据面前, 陈昊终于承认了撞死我母亲的犯罪事实。 原来陈昊在外头沾花惹草, 让一个女人怀了孕, 这个女人然后就三天两头以孩子作为要挟, 想让陈昊赔偿她一笔青春损失费。 陈昊不堪其扰, 想到了我母亲无意中说过的, 留给宋姨的那一笔钱。 于是陈昊已在外投资失败, 欠了一大笔高利贷, 不敢告诉正在备孕的我, 为理由来向母亲诉苦, 甚至还向母亲捏造借高利贷的那帮人, 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家庭住址, 马上准备上门堵截。 母亲担心我一旦知道了这件事, 为钱上火, 伤了身体, 男在怀孕, 再加上陈昊信誓旦旦地向母亲保证, 这笔钱半年以后一定能还上。 于是母亲背着我, 把本来给宋姨留的钱全拿了出来, 给陈昊应急。 这笔钱数目不小, 成为了陈昊继续吹嘘自己, 包养女人的资本。 那天, 母亲正从药店出来, 偶然一瞥, 看见了陪那个女人从医院出来的陈昊。 当母亲气急败坏地上前揪住了陈昊时, 陈昊将母亲劝进了车里, 准备回家和母亲好好解释一下。 一路上, 母亲越想越生气, 直意下了车, 并扬言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, 还要让陈昊净身出户, 分文不剩。 坐在车里的陈昊, 看着一个人在前面走着的母亲, 越想越害怕, 于是踩紧油门, 撞了上去。 之后, 陈昊将汽车清理了一遍, 还将车送进了常去的修理厂, 厂里的员工和陈昊都熟悉, 也没有仔细过问车出了什么事, 才会撞得保险杠都变了形。 陈昊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, 没想到, 却在一心报仇的宋仪身上露出了马脚。 得知了一切真相的我, 许久都没有缓过来, 一边是我用真心相待的妹妹, 一边是对我关怀体贴的丈夫。 我的生活里生生闯进了两只狼, 临近分娩的我, 大病了一场。 生病的这段时间以来, 多亏了在饭店的朋友出手帮忙, 我才得以顺利缠子, 顺利出院。 我抱着孩子准备出院那天, 刚好也是法庭宣判的日子。 在看守所里的陈昊, 曾经跟警察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, 想要与我取得联系。 我拒绝了。 很快, 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, 陈昊因故意杀人罪, 被判处死刑。 在家中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, 很多朋友都专程赶来, 陪着我, 照顾着我。 他们笑着问我, 以后想给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呀? 我突然想起, 曾经我也这样问过陈昊。 当时, 他觉得家中来了一条狼, 孩子应该叫陈一郎。 不过, 现在一郎也叫不成了。 我笑了笑, 对朋友们说, 叫什么不重要, 重要的是, 要做个好人。